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妙招 这是新的一课 除了认识这位天理的魔法师外 还要教大家描写人物的好方法 相信学完了这一课 你对于人物描写会越来越熟练 本节的学习重点 在这一节课里 婉纯老师要带你来认识什么是人物策写 即如何增加人物视力说服力的方法 帮助自己在写人的继续文中可以有更亮眼的呈现 课前准备的部分 请准备好你的国语课本 即一支蓝笔或荧光笔 给你五秒做好上课准备 好 时间到 那我们便开始今天的学习吧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课的课名 也就是标题 天理的魔法师 一说到魔法师 你会想到什么呢 是穿着坠满星星的斗篷 戴着一顶尖尖的生日帽 拿着魔杖的人吗 还是穿着黑色西装 戴着高礼帽的绅士 再来 魔法师一般出现在哪里 魔法塔妈 那么田里怎么会有魔法师呢 魔法师在田里做什么 他在田里施了什么魔法 一个吸引人的标题可以引发读者的好奇 你也可以试着在写人的继续文时 想一个别出心裁的标题 帮助你更快笼络读者的心 接着我们来看课文的第一段 老师会播这一段的课文 你可以照着课本边听边读 准备好了吗 开始 小小的种子刚从深褐色的泥土探出头 紫叶外头的种皮还没掉 两片小小的绿色叶片 连在弯弯细细的茎上头 这看似寻常的发芽 一个顶着平头的老先生 却看得非常认真 好像正在欣赏某一种珍奇宝物 远处几个小朋友开心大叫着 西瓜爷爷 西瓜爷爷 我们要回家了 老先生举目张望 原来是到苗圃参观的学生 他对着小朋友们挥挥手 好啊 欢迎你们下次再来 他是谁 为什么小朋友叫他西瓜爷爷 看完了这一段课文 老师有三个问题想问问大家 第一题 课文第一段让你联想到什么样的画面 好 没关系 如果你还没有想法的话 我们等一下会看动画 或许可以帮助你联想 第二题 作者在这一段里头 有揭示主角的名字吗 西瓜爷爷不是他的名字哦 所以在这一段里 并没有说出他的本名 第三题 这样的写法读起来 有什么特别的效果 它可以制造悬疑 吸引读者想要知道 西瓜爷爷是谁 而想继续看下去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动画 感受一下第一段 带给你的画面 再来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一段的写作手法 你可以用蓝笔或荧光笔将句子刮号刮起来 或者画下来 绿色部分 作者是以特写的方式 先写最近最小的东西 种子发芽 蓝色部分 主角登场 简单描写主角的样子 其他正在做的事 而这个正在做的事 要和他前面的句子有相关 再来 写出主角和他人的互动 从和他人的互动中 可以看出他应该是一个温和 并且受孩子欢迎的人 最后抛出疑问 让人愿意继续看下去 那我们把刚刚的课文内容 简单整理一下 先特写小松子从泥土探出头 种皮还连在筋上 接着主角登场 平头老先生认真欣赏 再来互动对话 远处小朋友开心大叫 最后抛出疑问 老先生举目张望 挥手道别 这种不直接正面描写人物 用场景或他人和人物的互动 来写人的说法 叫做人物策写 其中它是像镜头一样 由近而远 从小种子渐渐把画面拉远 呈现整个景色 我们可以学习第一段的说法 练习方写 以运动员身后的支持者 这个标题为例 特写的部分先写马表 再来主角登场 加入互动对话 最后抛出疑问 小小的马表才刚停下来 一根手指动了动 把它归零 都来不及喘口气又再次奔跑 这看起来很平常的计时 一个穿着运动服的男子 却神情肃穆 好像现在站在跑道上 准备起跑的人就是他 远处有几个小朋友 既不敢靠近 又用尊敬的眼神看着他 男子一干到他们便大喊 在那里做什么 赶快过来 他是谁 为什么小朋友对他又哀又怕 看完之后 回来看一下标题 你猜猜看这位支持者 是什么身份的人呢 答对了 是教练 或者体育老师也是对的 这一段所写的 正是正在为跑步的选手 或运动员计时的教练 从他的表情 小朋友对他的态度 及教练说话的口气 可以知道他应该是一个 严肃认真的人 虽然小朋友有点怕他 但对于认真看待选手的教练 他们仍然很尊敬他 所以从这一段的人物策写中 我们可以自然而然的 对人物有大概的认知 这些认知不是作者 直接写出来的 而是透过句子中的线索 让读者在心中 慢慢勾画出人物的神情样貌 很厉害的写作手法吧 你也可以多多观察身边的人 试着写写看 写完后让同学朋友或家人猜一猜 你写的是谁呢 接着 在第二三段开始介绍 西瓜爷爷是何许人也 他有哪些事迹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位小朋友口中的西瓜爷爷 有西瓜大王的美名 他就是陈文玉 小时候 陈文玉看到父母买不起 较好的蔬果种子 以致农作物法人问津 常对着农田叹息发愁 便立志要以育种 来改善农民的生活 从十七岁开始 他把农地当自己的实验室 还骑着机车到各处的农田 记录水分 土壤 气候 对种子的影响 因为这样的热情 当他听到 有人开玩笑地问 夏天吃西瓜真是一大享受 但是西瓜里头 能不能没有子呢 这样的突发奇想 让他着手研究 经过三年的努力 终于成功培育出台湾第一颗 五子西瓜 凤山一号 从第二段中可知 西瓜爷爷有一个称号 叫西瓜大王 他的本名是陈文玉 他是因为看到父母 因种子品质不够好 农作卖不出去的关系 而励志要育种 也就是培育种子 并且在17岁时开始研究 历经三年培育出五子西瓜 接着我们继续看第三段 陈文玉还常常从人们对蔬果的不同喜好中 寻求开发新品种的灵感 以前的冬瓜体积庞大 现代家庭人口简单 一次吃不了这么多 于是他就研发迷你冬瓜的新品种 以前的番茄比较大颗也没有甜味 他看到小孙子不爱吃 于是努力培育出可以一口吃一个的圣女小番茄 不断地尝试不断地开发 他在自己的实验室中永远不觉得疲倦 在第三段里讲述了陈文玉如何开发新品种 是以人们对蔬果的喜好作为灵感 像是迷你冬瓜及圣女小番茄 所以在这两段中 就已经具体举了三项成功的农作物新产品 最后在四五段中描述陈文玉的成就 我们来看一下它是如何在写人的继续文中收尾的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 许多农田荒废 农村的年轻人离乡背景到都市工作 陈文玉认为 发展农业 种植优良的蔬果 可以改善农村的生活 也能为农村留下更多人才与生命力 于是 它秉持着一粒种子一个责任 无限希望的承诺 用一辈子的时间 研究蔬果品种的改良与开发 成功培育出一千多种蔬果品种 例如白色茄子 绿色苦瓜 红皮南瓜 它一手创办的农油种苗公司 供应世界各地农民优良的种苗 在这一段中说明了 纯文玉品种改良与开发的理念 是希望发展农业 改善农村生活 并用一辈子的时间将研发出来的优良种苗 供应给世界各地的农民 西瓜爷爷就像田里的魔法师 拥有一双神奇的手 他总共培育出两百多种新品种西瓜 不仅外交许多国家 而且全世界的西瓜种子 有四分之一出自他精心的培育 真不愧是西瓜大王 这些惊人的数字 让世界各地的人们 从一粒小小的种子 看到台湾在农业改良上惊人的实力 最后一段又回到了本课标题 田里的魔法师 将陈文玉在农业改良的杰出表现 以惊人的数字呈现给读者 接着我们将这些数据整理一下 让人物事迹更清楚 首先在第二段的地方提到 陈文玉从17岁开始 经过三年的努力 终于成功培育出台湾第一颗五子西瓜 17岁正在读高中 但他却已经在研究农作物改良了 而在第四段中还提到 他用一辈子的时间 成功培育出一千多种蔬果品种 最后一段更是说 他总共培育出两百多种新品种西瓜 全世界的西瓜种子 有四分之一出自他精心的培育 惊人的数字见证台湾农业改良 惊人的实力 由数字看出他的成就 再来我们要来进行写人的继续文比较 在第三课文章大使中 运用倒序法的方式 先写出凯撒林在什么时候成为文章大使 接着倒回去写他如何成为文章大使的起因 而本课则是采用人物测写 写出成文玉的神情样貌 再来这两课都是发现问题 立志解决 凯撒林得知非洲小孩因感染疟疾而死 所以决定帮助他们 成文玉则是看到父母因种子品质不好伤脑筋 所以立志玉种 第三课写出 捐文账的起因 经过结果 本课则是将 玉种成功的多项试集 一一列举出来 再来最后结尾的部分 在第三课里 作者写出了 对人物的看法和感想 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改变世界 小孩也能够拯救小孩 而本课则是回扣标题 总结成文玉在农业改良的诸多贡献 本节重点回顾 我们来回顾一下 本节课的学习重点 第一点运用人物测写 可让读者看见他人眼中的主角 由近而远的镜头式描写 可以聚焦重点 第二点提供具体数据 可让人物视力更具说服力 再来下节重点预告 下一节我们将进到 这一课的第二讲 用以前现代 渔式这些语词 进行防写练习 那我们就下节课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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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